这个产品是三拼的 我们先把线条这里 送料次数要设定成3 按这个键按一下 再按一下再按一下 设定成3 然后这个键确定 然后这里也是 按着不要松 长啊 N要是0003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还是按这个键 一直按到数字这个面 然后是 那个送料长度 就是间距是2.54 那我们把这里送料长度设置成2.54 直接按254 然后确定 这个速度三加 这个不用管它 不需要动 然后我们 这个端子 一定要在跟刀片 是一条直线 如果说压住它的端子 有左右偏移 那就调这里 把这个螺丝扭松 扭松之后 扭这个螺杆 这个螺杆可以上下扭动的 在调这个的时候 这个压块 要把它摁 要把它摁下来 要这块压块弹起来 这样的话端子才能活动 调完之后 把它扳下来 对准端子 端子跟刀片对准之后 就把它扳下来 然后我们放产品 要打产品 是这样的 这边 这个产品是靠着这个挡片 然后前面也有一个挡块 靠着这个挡块 就可以了 最先打的是右边这一条 产品 又最右边这条 要跟端子和刀片 成一条直线 如果说不成直线的话 压出来的端子是不行的 那就要调这个 把这两个螺丝松一下 然后这个挡板 是可以左右挡动的 一直到调准为止 在条直线上面为止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拉力 压的松紧 端子压产品的松紧 是条这里 把这两个螺丝扭松 扭松之后 这个挡头 是可以挡动 是可以左右挡动的 往右边扭 那就说明压得越松 往左边扭 压得越紧 明镇 明镇 明镇